沈百千看着六只萨摩耶,她想起了自己前世养的两条大白狗,也不知她就这么死了,有人照顾她们吗?不会被饿死了吧? 大白小白一见沈百千走了过来,连忙趴在了她的脚下。 大白? 前世她养的两条狗就喜欢这样蹭她的腿,难道是她的狗也跟着穿越了吗? 娘,你怎么会知道我给狗狗起的新名字啊? 你给狗起的名字,她前世养过两条狗,就叫大白和小白。 是啊,这狗是大白,二白,三白,四白,五白,小白。 也许就是巧合,这根本就不是她的大白和小白,只是长得像而已。 若是说小吉是因为跟自己长得像,所以她的狗才会如此亲近她。 可是这个女人是什么鬼啊,怎么也能靠近她的狗? 你们母子真是志趣相投啊,对我这狗倒是情有独钟啊。 她确实从小就喜欢狗,没想到她儿子居然跟她一个爱好。 对了,我听小吉说你也养过这样的狗啊,你说这狗叫撒摩烟? 你去过西域吗?这种狗苍蓝国没有吧? 西域,我没有去过。 哎呀,你们别说了,一会儿饭菜都凉了,你们到底吃不吃啊? 好险啊,这都是她上辈子的事了,这叫她如何说得清啊。 好在云吉也没有深究,跟着沈百千回去吃饭了。 中午,沈百千做的是轻煮骨头肉,密制骨头汤。 沈百千用香菜、蒜泥、辣椒油,从空间里拿了蚝油和香油、海鲜酱油,调制出一个鲜香的蘸料。 云吉还从来没有吃过这种蘸料,很是新鲜,跟小吉吃了一大盘。 两个人吃得肚皮圆圆,决定下午还去找大白他们运动运动。 娘,能把你刚才来的骨头给我吗? 你要骨头干嘛呀?还没有吃饱? 我要带去给大白他们吃。 那个大白是别人家的宠物,你要问问人家狗狗的主人同意吗? 我们可以带骨头给狗狗吃吗? 可以呀,你带肉去都没有问题啊。 太好了,娘,你赶紧把骨头给我装上,我要带给狗狗们吃。 那个,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吗? 随便你啊,你想就去呗。 好嘞。 沈百千开心地收拾了骨头,跟着他们两个人去看狗了。 狗狗们见到有骨头吃,都很开心。 大白和小白一直围着沈百千转。 为什么这两条狗好像特别喜欢你吗? 总是围着你转,好像你才是他们的主人一样。 有吗?也许是因为我刚在厨房出来,他们喜欢闻我身上的味道。 是吗?我还以为这两条狗是你曾经养过的呢。 他也是这么怀疑的,也许云吉一不小心就真相了。 云吉发现了新乐趣,跟着小吉玩挺有意思,以至于好几天都不出门了。 吃完了饭,就带着小吉在院子里玩。 而且他还发现了一个问题,自从沈百千和小吉常常去看望他的狗子,这群狗子不知不觉的胖了许多。 他严重怀疑,他的狗再这么被他们给喂下去,以后肥得过分,还有力气拉车了吗? 今天咱们玩点什么呢? 玩点什么好呢? 玩纸飞机,玩弹溜溜,拉狗车。 没点新鲜的嘛。 他总是做不到完全吸引这个小家伙,却总是被这个小家伙的新鲜东西给吸引。 你说玩点什么嘛?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他一个大人,要听一个四岁的孩子讲故事吗? 知道咱们脚下地方是什么地方吗? 当然是苍蓝国的土地了。 不,我们脚下踩的是地球。 地球? 他博学群书,怎么从来就没有听说过? 古代说,天元地方是不对的。 事实上,我们脚下的地球是圆的。 它每天都在不停地转动,是个球体。 太阳也是圆球的,月亮也是圆球的。 地球每天绕着太阳在转动,这样就有黑夜和白昼,冬天和夏天。 这种说法真稀奇,他还是第一次听说。 这些也是你娘说的? 是啊,我娘懂得可多了,她是世上最有智慧的人。 确实啊,你娘那些稀奇古怪的想法,还真的多到让人惊喜呢。 过来点,过来点,我跟你说好,我娘不让我告诉别人的秘密。 小嘴贴上云集的耳朵,淡淡奶香气喷在云集的脸上,很想狠狠地吸她一口。 我娘说呀,不止地球有人,外星也有很多外星人的,外星人很强大,会很多咱们不会的东西。 我娘还说,云彩其实就是白色的气体,天空看着是蓝色的,其实是没有颜色的,无边无际。 我娘还说,她上天上飞过,做的就是像咱们玩的飞机的那种东西,很好玩的。 哦,她还下过海,深海里有好多漂亮的生物。 哦,你实话实说,你娘是不是外星人呢? 我娘怎么会是外星人呢?我娘是地球人好不好?要不,我是哪里冒出来的? 那你爹一定是外星人吧?这么奇怪的事,都是你爹告诉你娘的吧? 不是,我爹已经死了。 她突然觉得,好像有人在咒她。 你怎么了?你又得风寒了吗?我上次给你开的方子,你没吃? 她上次给自己开的那个方子,她还真的好奇地去医馆问了。 医馆的大夫对这个小家伙的方子居然赞不绝口,原来是她的娘厉害。 虽说天下第一的钥医师是慕容家的,也许是她家的更厉害呢? 你娘教你的方子啊? 没有啊,我只是倾搭捣鼓一遍,顺便记住了。 这孩子真是聪明啊,难怪三字经,她念两遍,念她就背下来了。 这点像她,她突然有种想好好培养她的想法。 这里好多大鱼啊,好漂亮啊。 你想不想给小鱼喂食呢?小鱼会戳你的小脚丫的,很好玩的。 好啊。 二人将白白的脚丫子伸进凉凉的尺子里,云吉往自己和小吉的脚上倒些鱼食。 漂亮的琴礼立刻游了过来,轻轻地戳他们的脚丫子。 小吉被戳得咯咯直笑。 云吉,你能送我一样东西吗? 这还是她第一次开口跟自己要东西。 当然,你想要什么呢? 我想要一朵你这池子里的花,要最艳丽的那朵。 你想要花呀,没问题啊,你喜欢哪朵摘给你啊? 不过,你一个男孩子要花干什么呀? 我娘说,当我遇上世上最美的女了,就摘一朵最艳最好看的花给她。 世上最美丽的女人? 脑海中突然闪过沈百青的面孔。 太诡异了,她怎么会想到那个女人,她疯了吗? 那你真的会摘给我吗? 当然了,你等着。 足见一点,踏着荷叶掠了出去。 她在池子寻觅了半天,终于看到了一个硕大又艳丽的荷花。 伸手就向到荷花摘去,就突然莫名其妙地改变了主意,摘了旁边的那朵。 沈百青今天有空,忙完了厨房事,回到房中给钱管家配好了药,然后巴巴地给送了过去。 钱管家满心欢喜地收下了,她幻想着万年的光棍也有丛梁的机会。 明年她回兰京城,也许就桃花朵朵了。 沈百青走出钱管家的屋子,突然想到自己的儿子跟云集去了半天,不知道二人现在干什么呢? 要不偷偷去看看。 沈百青来到云集的院子,正有一大圈,居然没看到二人的影子,又去了前院,也没找到人。 太郁闷了,这货不会是将她儿子给拐跑了吧? 哼,不过,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妙,一会儿看他们肚子饿的时候出不出现。 到了中午的时候,两人有说有笑地来到了小厨房。 你上午带我儿子去哪里了? 池塘! 池塘? 池塘他去过了,压根就没有看到他们的影子好不好? 这家伙为什么撒谎? 小琪,他带你去哪儿了? 池塘? 怎么也是池塘? 他儿子居然为了云集撒谎,他们有自己的秘密了,他突然有种被儿子抛弃的感觉。 他们确实是在池塘,只是他们在凉亭下面的台子上,从外面看是看不到人的。 我娘做的这个菜很好吃的,你尝尝。 还是你多吃点,才能长得像我这样高。 一会儿吃完饭,我们还去吃到晒太阳,好不好? 好啊,我娘说晒太阳可以长高高的。 我池塘里的小鱼好像很喜欢你呢。 我也喜欢你池塘里的小鱼。 又是池塘,转三句不理池塘。 可是池塘他都找了两遍都不见他们,骗鬼呢。 有种被孤立的感觉,他怎么觉得他儿子好像更喜欢云吉呢? 他伤心了,早知道就不给他们做这么多菜了。 晚饭时,云吉和小鸡很纳闷,三个人只有一个菜,扫了一眼杀气腾腾的沈百迁。 传说女人每个月都会有那么几天心情不好的时候。 云吉没有媳妇,但是这个他也懂。 算了,有小鸡在,他懒得搭理这个偷懒的女人,下次还敢这样,他就扒了她的皮。 不过,干炒饭也挺好吃的,一盆,光了。 小鸡,一会儿不许跟云吉走了,今晚娘要给你洗澡。 哦,他总觉得他娘好像在生气,可是他没有证据。 吃过晚饭,小鸡先回房了,沈百姓留下做茶点。 云吉那个变态,有半夜睡不着起来吃茶点的坏毛病。 云吉回到房中,突然想起了件事,于是又出去了一趟。 再回来时,手里莫名其妙地多了一朵大荷花。 云吉将它插在自己的鼻息里,他为何要将这朵花摘下来? 他摘花干什么?他怎么这么无聊? 他又没有想要送花的姑娘,他现在就将这朵花扔掉。 对,扔掉。这时,沈百姓端着茶点进来了。 他将茶点放到了桌子上。 哇,好漂亮的荷花呀。 嗯,本来是要扔的。 若是这个女人跟他要,他就勉为其难地送给他好了。 沈百姓送完茶点,转身向外走去。 站住! 这女人怎么回事,怎么总是不按套路出牌? 她到底是不是女人? 不是说女人都受不了花的诱惑吗? 这女人这一句话,然后就没了? 什么玩意儿,铁石心肠吗? 妻子她算了。 你还有事吗? 那个,这花你拿走。 给我的? 这货为什么要突然送花给自己? 她难道是喜欢自己? 不会吧,这也太可怕了。 不对,这家伙一定是别有企图。 别误会了,这花放着碍事儿,你帮我扔了。 哦,看吧,她就知道自己想多了。 不知道为什么,沈百姓突然有些失望,拿着花就向外走去。 您记一本正经地装模作样地看书,却在沈百姓踏出房门的时候,刷地扔了书,将窗户开个缝隙,贼兮兮地向外看去。 这么漂亮的花,扔了好可惜啊。 看吧,看吧,她就知道,这丫头是舍不得扔的。 可是再漂亮的花,不是自己的,终究不是自己的。 沈百姓将花儿小心翼翼地放到了草丛旁,然后毫不留恋地走了。 怎么会这样,云吉又觉得胃疼了,这花又没写名字,谁告诉她不是她的,拿走不就是她的吗? 笨死了,这女人。 沈百姓扔了花儿,觉得有点可惜,一开门,突然眼前又冒出一朵艳丽的荷花。 娘,我的花好看吗? 好看啊。 虽然不如刚才的那朵艳丽,不如那朵大,但是也好看。 娘说过,最艳的花要送给世上最美的人。 娘在小吉的心中就是最美丽的女人,小吉要将这朵花送给你。 真香,谢谢儿子,娘很喜欢。 我儿子真好,这是娘见过的最艳丽的花朵啦。 这女人什么眼光啊,明明她这朵才是最好看最艳丽的那朵好不好。 她就不该觉得这花扔了太可惜,巴巴地给她送来。 哼,真是没良心的女人。 还有那个小不点,也太不厚道了。 她也没说这花儿要送给自己的娘亲啊。 花儿不是要送给心爱的人吗? 送给自己的娘亲算怎么回事? 翘翘脚的小东西,真是白疼她了。 早知道,她就给她摘最丑的那朵啦。 云吉想了半天,也没舍得将花扔了。 于是悄悄地将花连同白玉瓶子,放到了沈百千的门前。 第二天,沈百千一开门, 这儿怎么会有朵花呀? 这花有点眼熟啊。 好像是昨晚云吉桌子上的那朵。 她明明就扔了,怎么会出现在这儿? 难道是云吉给她送来的? 不会吧,她到底为什么要送自己花儿呢? 哦,她知道了。 一定是昨天自己只做了炒饭。 她知道自己生气了,怕今天早上不好好给她做饭,故意讨好她的。 算她有良心,这花儿确实挺好看的,最主要是这瓶子看起来不错啊,好像很值钱的样子啊。 这货今天是良心发现了吗? 难得啊。 沈百千将瓶子拿进了屋子,将小吉的花儿也插到了瓶子里去。 这怎么会有两朵花? 不知道呀,一早就出现在门口了。 一定是云吉干的,这朵花居然比她的那朵漂亮。 云吉是骗子,明明说要将池子里最漂亮的那朵送给自己,可是转身自己留下了。 还跟她送给了同一个人,这不是要将她的花儿给比下去了吗? 完了完了,她的那朵不是最艳丽的那朵了,她娘会不会失望啊? 她决定以后再也不理云吉了。 沈百千收到了两朵花,今天心情不错,一大早就做了一桌子好吃的。 可是吃早饭时,小吉却对着一桌子的好菜视而不见,与云吉全程无话。 云吉不解地眨了眨眼睛,莫名地觉得小包子在生她的气呢。 可是,她也没干什么对不起她的事啊,这是怎么回事? 沈百千虽然也不知道她儿子为什么生气了,但是看到小吉不理云吉了,心里就莫名地爽。 她就说儿子是她的谁也抢不去,她儿子最爱的就是她,最漂亮的花都送给了她。 哎哟喂,她儿子怎么可以这么可爱呢? 真是讨人喜欢的小奶狗。 她家的小奶狗生气了都这么可爱。 看了看幸灾乐祸,眼神挑衅的沈百千。 这丫头定然是在背后挑拨离间了,不然小家伙那么喜欢她,怎么会不理她了? 坏女人,亏她还给她送花,真是没良心。 她哪里是最美丽的女人,她明明就蛇蝎心肠一肚子坏爽。 小家伙,我们一起去玩啊。 不,今天我要自己玩。 要不要这么绝情啊,她究竟做错了什么? 让她这么生气? 哎呀妈呀,看见云吉吃瘪,她觉得太好笑了。 活该,让她总是想方设法的,崴走别人家的孩子,有本事自己去生啊。 死丫头,你笑什么呢? 她猛然回身,突然对上云吉那张近在咫尺的俊脸。 你,你想干嘛? 我想干嘛? 你猜呢? 沈百千的心跳迅速加快。 完蛋了,完蛋了。 她受不了她的盛世美颜的诱惑,想要扑到她怎么办? 说,你是不是…… 她难道是想问自己,是不是喜欢她? 你是不是在我背后说我坏话了? 你说什么? 少给老子装算。 你若是没有跟小吉说我坏话,他怎么会突然不理我的? 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说的就是你这种人。 不是你? 我儿子从来不会无缘无故的生气好不好? 一定是你做了什么,无法原谅的事情,自己想吧。 好,去摘菜去了。 真不是她,那是怎么回事? 她决定亲自去问问小吉,她就不信,她搞不定一个小屁孩了。 云吉出来时,小吉正在院子里拿石头画房子呢, 把她家那平整的石头地面画得狼眉树眼。 嗯,这小子,杀气很重啊。 小吉见云吉走了过来,却是换了个位置,将屁股对着云吉,继续画。 这是真不理她了? 不会吧? 这若是换作别人,就她这抱脾气,早就将她踹到一边上去了。 可是,自己总不至于跟个四岁的奶娃娃一般见识吧,那也太没风度了。 好吧,要不还是哄哄吧。 喂,小家伙,你是不是生我气了? 哼,还没说,奶凶奶凶的,还挺有杀伤力的。 我到底哪里惹你不开心了,你怎么这么生气啊? 你自己干了什么事,你心里没有数吗? 他干什么了,他没干什么坏事啊。 到底是因为什么吗? 是男子他不,是男子他就把话说清楚啊。 我娘今天早上又收到了一朵花。 坏了,小家伙是不是因为自己剽窃了她的创意,所以不开心了? 而且,你送的还比我那朵大,比我那朵厌,我不理你了。 这事他做的确实有点不地道啊。 这个吧,是这样的,我摘花的时候,你的那朵确实是最大,最厌的那朵。 可是咱们去晚了,也许有人在咱们去之前,将比咱们那朵还要大, 还要业里的花给摘了,这咱们也没有办法呀。 他觉得撒谎好辛苦啊,一个谎要一堆谎来源。 那究竟是谁将最大的那朵给摘了呢? 这个…… 鸣吉想哭了,他答不上来了,小吉危险地眯了眯眸子,一副你说不出是谁就一定…… 苍蝇! 坐在暗处看热闹的苍蝇,赶紧跑了出来。 柱子,您找我。 是你吧。 啥是他,他猛了,他咋了? 就是你,我明明看见你摘了那朵花了,你还想不承认啊。 他不过就是看个热闹,怎么就突然被拖出去挡枪了呢? 小吉冷冷地盯着苍蝇看,苍蝇能怎么办,他能说不是吗? 于是,他艰难地点了点头。 嘿,这叫什么事呢? 两个大人联合起来欺骗一个小孩,好意思吗? 那你为什么要将花送给我娘? 这个苍蝇叔叔怎么这么讨厌,居然敢跟他抢着给他娘送花,真是气死他了。 是啊,他为什么要将花送给百千姑娘? 这个问题好难回答呀。 于是,他将求救的目光看向云青,他也不懂,他家主子为啥要送个花, 还这么折腾。 苍蝇快要被他给气死了,他决定要将成蝇给叫回来,把这笨子了的家伙踢回岸京去。 这个蠢货,撒个谎都不会,看他作甚。 你是不是因为上次人家给你看病啊,所以感激人家,就想送人家一朵花呢? 对对对对,是因为这个,主子说的对。 看吗看吗,我就说跟我没关系吧,滚吧滚吧。 苍蝇如萌大蛇,赶紧跑了。 就他这脑子,还是乖乖地做个安安静静的安慰吧。 请下次再有这么高难的事,求求祖宗们,还是不要再叫他了,真是吓死他了。 原来,真不是你送的花呀。 当然不是了,我怎么会做这种不道德的事呢? 好吧,他这辈子就不道德这一回,还捅出这么大娄子,他下次不敢吧。 对不起,云蝇,是我错怪你了,你会原谅我吗? 嘿嘿,没关系,都是过去的事了,我原谅你了。 你不生我的气吗? 嘿嘿嘿,无气的,我喜欢你还来不及呢,怎么会生你的气呢? 云蝇,你真好。 他冤枉了他,可是他都没有生自己的气哦,他对自己真是太好了,他突然觉得好惭愧啊,他不该骗他的,可是他更怕他以后会再也不理他了,好温暖的感觉。 他不明白,这么小小的人,怎么能如此温暖他的心。 吃中午饭时,不是闹矛盾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和好了呢? 沈百谦突然有种热闹没看成的挫败感,不过算了,他儿子都送他花了,证明在他心中自己才是无可替代的,他就不跟云集一般计较了。 吃过饭,沈百谦没有让小吉继续跟云集玩,而是抓回去睡午觉了。 小孩子嘛,多睡觉休息好,个子才会长得高哦。 沈百谦怎么会承认他又有点嫉妒了呢? 嫉妒是什么东西啊,不存在的。 小吉被带走了,云集又没意思了,于是他只好回到自己的院子。 等着小吉睡完午觉,继续跟自己玩,他前脚刚踏进院子,家里就来了客人。 小侯爷,你又来送礼了? 好吧,这认钱不认人的家伙,还好他早有准备。 又带了什么好东西啊? 陈子讯巴拉巴拉地说了好几样。 谢了,余物留下,你可以回去了。 不是吧,这么无情,茶都不给一杯就撵人走。 上次好歹还留下来吃顿饭呢。 你怎么还不走呢? 给杯茶喝呗,小侯爷,有点渴了。 宁集对着下人摆了白手,立刻有人端上一杯茶递给陈子讯。 好嘞,这杯茶他可以慢慢喝。 小侯爷,您最近怎么又消失了呀? 在家干嘛呢?兄弟们都想你了。 我家有好玩的东西啊,我最近不出门玩了。 什么好玩的东西啊? 你能和兄弟们一起玩吗? 想都别想。 好吧,他就知道,云集这货是个不懂分享的人。 明天兄弟们准备个赛马大会,去野外玩,您去不去啊? 不去不去。赛马大会有什么好玩的?没劲儿。 哦。 云集的马术可是一流,第一次见他骑马,可真是惊艳到他了。 他其实很想云集参加的呀,要不也不会巴巴地来找他。 等等,你要去吗? 小吉一定没骑过马吧,今天的事确实是他做得不对了,若是他带他去骑马,他一定会很开心吧。 我明天去啊,但是,会多带一个人。 好啊,你多带十个人都没问题,也是个马术高手吗? 未来的马术高手,反正将来一定比你强。 那也成啊,只要你能去就好。 那个,怎么会见百千姑娘了? 你找他干嘛呀? 呃,没,就是随便问问。 哼,休想来我这蹭饭啊,我的小厨娘是随便什么人都给做饭的嘛,累坏了咋想? 好吧,原谅他孤陋寡闻不知道,蓝金城醉魂的云小侯爷,还知道心疼人。 嘿,长见识了,下次不敢随便打听了。 哼,那个,您休想,咱们明天见。 走吧走吧。 陈子勋走后,云集突然翻身起来了,随后出了府,横锦布装的邱掌柜正在打着算盘,冷不丁地一抬头,吓得赶紧走了出来。 小的见过云小侯爷。 嗯,是一塌起来。 不知云小侯爷大驾光临,数小的有失原因,千万云小侯爷是选布料还是做衣裳呢? 每次云府做衣裳都是钱管家来的,这云小侯爷还是第一次登门。 给个孩子做到奇装啊。 孩子? 要快,明天早上必须送到我府里。 放心,我让下面的人连也干够,就是不知道孩子的尺寸啊。 尺寸啊? 用手笔量了下。 这么高,肩膀这么宽,要这么粗。 小侯爷,做什么颜色的,用什么布料的呀? 什么颜色的…… 那孩子长得跟自己差不多,应该也适合红色吧? 做红色的? 好嘞,小侯爷放心,明天早上一定给您做出来。 给我配一双红色的小马靴子,就要这么长的。 昨天给他拖鞋时他看了一眼,应该就这么长。 好好好,请小侯爷放心,小的一定给您做一套最漂亮的小西装。 让最好的秀娘给灵秀兔,有最贵的馅,最好的料子,保证小侯爷您满意啊。 整个云芳镇的人都知道,宁可得罪县太爷,也不能得罪云小侯爷这个温神。 生怕哪句说的不对,惹他不高兴了,再将他的电给砸了。 明基心情好,专项了一笑。 邱掌柜真的是受宠若惊,差点没激动的。 好,明天早点给我送过去啊,我起床就要看到,晚了拿你试问。 您放心,小的让秀娘和采访连也干功。 恭送小侯爷。 刚要擦擦额头的汗水,却不成想,云芳镇又回来了。 小侯爷,您还有何贵篇呢? 那个,您再给我做套女装。 女装? 这什么时候云府有孩子又有女人了? 这小侯爷还亲自来做衣服。 难道这云小侯爷的…… 大概这么高? 那其他尺寸呢? 其他尺寸啊? 耳根突然有些薄红,他摸过她的腰,还抓过她的胸。 肩这么宽,腰这么细吧? 邱掌柜赶紧记下尺寸。 胸围吧…… 云芳快速伸出手笔亮了下,立刻像是被烫到一般,赶紧地放下了手。 还好邱掌柜速度够快,你记下了。 我走了。 他为什么要给那个女人也做衣装呢? 他疯了吗? 这还没说做什么样色呢,也没选布料呢。 这云小侯爷是出了名的坏脾气,性格阴晴不定的。 他也不敢去问啊,这可咋着? 赏柜的,这女装做什么样式的?什么颜色的?选什么布料啊? 还有刚才那个小奇妆还没选花纹呢? 你问我,你问我,我问谁去? 云小侯爷还没走远呢,要不你去问吧? 小的不敢,哼,怂样。 有本事您自己去问的,就你不怂。 秋雪和小侯爷身上一样的布料,花纹也参照他身上的座。 到了晚间吃饭时。 那个,跟你商量件事呗。 什么事啊? 明天有个赛马大会,我想带小吉一起去,行不行? 本来他是想偷偷带着孩子去的,可是一想到,神百间发起火来很可怕的。 他若是不同意,他再偷偷地带小吉去。 赛马大会,你要带我去骑马? 他还没骑过马呢,上次他见星儿骑马,可是羡慕得够呛呢。 可是,他娘会同意吗? 骑马,好像有些危险,他的小吉还小,您急着不靠谱的货,能照顾好小吉吗? 那个,你放心,我马术很好的,我会照顾好小吉的。 小孩子要出去见见世面,男孩子嘛,怎么能不会骑马呢? 小吉很勇敢的,你不要老是束缚他。 娘,小吉会乖乖的,娘你不要担心我。 我没有说不让你去。 真的,谢谢娘。 小侯爷要带你玩危险的游戏,你要拒绝他哦,你要紧跟在他的身后,拉住他的衣服,别让他把你给弄丢了。 他喝多了,你要记得让其他叔叔将你送回来。 不对,你要记住你走过的所有路线,这样你就可以自己回家了。 毕竟小侯爷的朋友也是很不靠谱的。 他儿子那么乖,从来不会闯祸。 他不放心地睡云集好不好,他就那么不值得相信吗? 死丫头放心了,我能照顾好小吉的。 哼,希望你不要让我儿子照顾你。 这丫头那是什么眼神,不过好似目的达到了,她明天可以带着小吉出门玩了,不跟这死丫头一般见识。 第二天,横锦布装一大早,就将连夜做好的两件衣服送了过来。 兴起吃完饭,叫小吉来到自己房中,亲自给他换上新衣服。 还别说,这套衣服做得他十分满意。 小吉穿这身衣服,好看极了。 嘿哟,果然是人靠衣装马靠安的。 这小吉穿的这身衣服,比宫里的小皇子还要愧疑呢。 好看,真好看的。 他还从来没有穿过这么神气的衣服,他好喜欢啊。 谢谢云杰,你送我的衣服,我很开心。 板明儿,我也送你一件礼物。 好,那我期待你的礼物。 诶,这怎么还有一件了? 哦,哦,我身边给那丫头也坐里头。 陈天穿得那么难看,照我眼前晃药,或拉眼睛。 那我一会儿给白秦姑娘送过去。 人家在咱们府里干了这么久,也没给工钱,给钱衣服也应该的。 千管家觉得自家的小侯爷,总算是有点良心。 云杰领着小吉出门了,千管家将衣服给沈百千送了过来。 云杰那个家伙居然会给他做衣服,真是太阳打西庙出来了。 千管家走了之后,沈百千将衣服打开。 哇,这也太好看了吧。 沈百千穿上新衣服,照着金子转了一圈,满意地点了点头。 今天云杰和小吉出门了,交代他今天中午和晚上都不回来吃了,他今天不用做饭了。 他正好也去街上逛一圈,穿着漂亮的新衣服,开心啊。 出了大门,小吉看着门口比他高很多的白色大马。 好漂亮的马呀。 喜欢吗? 喜欢。 等你长大了,我送个比你这个还漂亮的。 真的吗? 当然,我怎么可能对小孩子撒谎呢? 那我们拉勾勾,我娘说,拉勾勾就不会反悔了。 他伸手勾住她的手指。 好,我们拉勾勾,你知道你的口头禅是什么吗? 啊,什么? 你的口头禅就是,我娘说。 那是因为我只有娘啊,我没有爹哦,我若是有爹,我就可以说我爹说了。 你说的也有道理啊,但是你以后可以说云吉说。 好啊,以后我就说云吉说。 来,上马。 云吉将小吉抱到马背上,自己坐到了后面。 一手拉着缰绳,一手紧紧地抱着她的腰。 其实她马术很好的,但是她就是莫名地有些害怕。 万一一个不稳摔了孩子,沈百迁会跟她拼命的。 小家伙,坐稳了。 坐在马上的感觉好爽啊,世界好高啊,她好开心。 走了。 漂亮的白色骏马,扬长而去。 沈百迁刚好踏出门槛,穿着一身红衣,向相反的方向而去。 云吉带着小吉来到野外的跑马场时,大家都到齐了。 众人一看云吉来了,赶紧起身相迎。 什么情况?谁家的孩子啊? 表哥,你看这孩子的脸,你还不知道是谁家的孩子呢? 不是吧,没听说小侯爷有女人呢。 怎么这孩子都这么大了? 表哥,你昨天还去小侯爷府上了,她府上有女人吗? 怎么可能呢,她府上…… 从前没有,现在还真有了。 那这孩子难道是百仙姑娘的? 妈呀,她一不小心磕到大瓜了。 表哥,你傻了,怎么不说话了呀? 兄弟,你这表情,莫不是小侯爷府上真有女人啊? 真的假的呀。 就在这时云吉下了马, 众人赶紧闭嘴了。 小侯爷,可算是把你盘来了,快请上座。 这怎么还带了个小朋友呢? 这小朋友好可爱啊。 马官来到小吉的面前仔细地看着他, 远看叔叔有点像, 近看简直给他吓一跳, 若说他还没关系才怪呢。 小侯爷,这是谁家的孩子啊? 年轻人家的孩子。 这话说得谁信啊? 他叫小吉。 小吉,跟各位叔叔打个招呼。 叔叔们,早上好。 有有有有,瞧瞧这孩子, 声音怎么这么好听呢? 小子儿好甜呢? 长得粉雕玉琢的, 像是从年华里走出来的娃娃, 真好看的。 那是啊, 谁家的孩子能比他的小吉长得好看? 这孩子好白啊, 穿这身红衣服怎么这么好看呢? 一看就是小侯爷的影光, 好神奇的小娃娃啊, 这小孩长得这么好看, 他娘一定是个倾国倾城的大美人吧。 还行吧, 长得确实不错。 这一看人家的爹啊, 就是个英俊的美男子。 林奇一听这话, 脸色突然一沉。 都是做叔叔的人了, 难道不应该给我的小朋友 一点见面礼吗? 明明刚才还挺高兴的, 也不知道这又是怎么了, 阴晴不定的家伙。 小朋友, 这是叔叔送你的见面礼啊? 小吉没有接, 而是回头看了看云吉。 收拾, 甭客气。 谢谢叔叔的礼物。 这孩子除了长得像云吉, 性格可不像, 这么有礼貌, 又乖又听话, 哪里有一丝云吉的嚣张与暴力。 有了陈子峻带头, 众人难好意思不出血, 来, 可爱的小娃娃, 今天叔叔出来的存亡, 没带什么好东西, 这个先送给你, 改名啊, 叔叔回家再选个好东西送给你。 谢谢叔叔。 马关摸了摸自己的口袋, 坏了, 今天没带什么好东西怎么办? 明吉看着呢, 他若是口嗦的不给孩子礼物, 指不定被他挤对成啥样, 最后, 他将视线落在自己右手的祖母绿班纸上, 给这个? 他有点心疼, 这东西跟了他十年, 他特别喜欢。 云吉咳嗽了一声, 意味深长地扫了一眼他手上的班纸, 肉疼地摘下了班纸。 来, 送给你。 谢谢叔叔。 下一个。 不一会儿, 小吉的小手就捧不下了, 云吉将小吉的礼物交给了陈子迅, 要他派人送到他府上去, 热热闹闹的赛马大会才正式开始, 所谓的赛马大会在云吉没有来云芳镇时, 就是跑, 看谁跑得快, 但是云吉来了就不一样了, 于是赛马场上多了些奇怪的障碍物, 跳过这些障碍物, 看谁先到达终点。 云吉带着小吉跟几个少年跑了一圈, 即使带着孩子还是拿了第一名, 大家对云吉的马术那真是心服口服, 自从云吉来了, 时不时在心情好的时候, 传授下御马技巧, 大家的马术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可是进步再大, 跟云吉一比, 那都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上。 小吉第一次玩这么刺激的游戏, 他感觉自己像是飞了一样, 太爽了, 原来云吉这么棒, 云吉是天下最帅的人。 小吉啊, 你给你子讯叔叔去高台坐, 我给你看个精彩的。 好。 陈子讯带着小吉上了高台, 却一不小心绊到台阶, 被小吉给提了起来。 子讯叔叔, 你没事吧? 没, 没事啊。 这小家伙吃什么长大的, 这么大的力气, 难道大魔王的儿子, 天生神力不成。 这回马上就他自己了, 他放开了速度狂奔。 云吉今天心情极好, 居然展示了下 从来没有展示过的技术。 他突然跳上马背, 一会儿跳到马的右侧, 一会儿又跳到马的左侧。 最后在马跳杆的时候, 在空中翻了三个空翻, 在场的所有人都被他这花式秀记给震惊了。 小吉羡慕坏了, 心中暗暗发誓。 长大以后, 一定要像云吉一样厉害。 云吉下了马, 足尖一点, 略上高台。 怎么样, 小家伙, 我棒吗? 棒, 云吉是最棒了, 云吉是我最崇拜的人。 所有人的夸奖都不及小吉的笑容。 那是啊, 我这么棒, 给点什么奖励呗。 突然抱住他的脖子, 切了下他的脸。 他每次亲他娘时, 他娘就特别开心, 他也想让云吉开心。 你怎么那么可爱呢? 众人羡慕坏了, 突然好想要一个小吉同伙啊, 要是娶个媳妇都能生出这么好玩的小家伙。 不过, 他们也就是想想, 龙生龙, 凤生凤, 他们没有人家云吉的盛世美颜, 怎么能生出这么精致的小娃娃? 还是算了, 瞧瞧人家爷俩站在一起, 那就是整个镇子最靓丽的风景线, 真是让他们羡慕极度恨啊。 云吉, 能求你一件事吗? 说, 你想干什么, 我都答应你啊。 我想学骑马。 完蛋了, 答应得太快了, 这个好像不行吧。 骑马是不是太危险了? 若是不小心摔了, 沈百迁还不得找自己拼命啊? 反悔不好吧? 这也太影响他在小极心中鹦鹉的形象了吧? 苦恼了。 你刚才说会答应我的。 那个, 不是我不答应你啊, 可是若是你娘知道了, 是不会同意的。 你知道的, 她超凶的。 不是吧, 无敌大魔王还有怕女人的时候。 没事的, 你不说我不说, 她怎么会知道? 感情你平日在你娘面前的乖巧, 都是装出来的呀。 求救你了, 云基最好了, 你就答应我吧, 我绝对不会告诉我娘的。 突然觉得这眼神真是跟她娘一模一样啊, 她怎么忍心拒绝? 好吧, 小侯爷, 我这马场有小马鞠, 要不要牵一匹过来啊? 牵一匹还是得过来。 好嘞。 哄骗孩子嘛, 他们懂的, 将马场最小的小马鞠给牵了出来, 再看到下人牵来的那个小马鞠时, 却是失望极了。 那个, 小吉啊, 这个小马很好的, 个头不高, 正好适合你。 我不, 我要骑大马。 这个真不行, 太危险了。 你小看我是不是, 你觉得我不行? 没有, 我只是怕你受伤啊。 男子汉大丈夫, 有时候话算数, 你答应了我就要做的, 要不以后, 我再也不跟你玩了。 好吧, 说得好有道理, 当然, 他坚决不承认, 他怕人家真的不理他了, 他这次是来将功折罪, 来哄人家的, 要是给得罪了, 他的大玩具不理他了, 他就真的没得玩了。 唉, 好吧, 怕了你了。 云小侯爷啥脾气, 大家都是清楚的, 谁敢跟他这么叫板, 却没想到, 对一个孩子这么好的脾气, 云集让苍蝇将他的坐骑给牵了过来。 这一笔什么? 还成吧? 嗯, 个头还行, 就是不如云集的那个漂亮, 嘿, 小家伙还挺挑。 我帮你上去啊。 不要。 足够一点, 一个漂亮的翻身上了吗? 什么情况? 这小的家伙是怎么上马的? 会飞不成? 不是吧, 这也太逆天了, 差点忘了他是会轻功的。 不过看着坐在马上神气极了的小家伙, 还是狠狠地嫉妒了一把神白金。 生了这么好的儿子, 也不知道再生一个出来还能不能这么帮, 他突然想试试了。 好, 坐稳了, 腰腹挺直, 目视前方, 握紧僵身, 双腿夹住马腹, 但是不要夹得太紧了。 他莫名地觉得他能行, 他终于能自己骑马了, 太爽了。 我带着你走一圈。 云集牵着马向前走去, 小吉坐在马背上, 姿势标准地让一众纹裤都极动。 我可以自己跑一圈吗? 我保证不快跑。 这个大家伙看起来脾气很好的样子, 我能控制住他。 下次吧, 多练几次吧, 不要急于求成。 你放心, 我不会受伤, 我会轻功, 若是我控制不住他, 我就自己飞下来。 好吧。 他总是拒绝不了他, 但是让他一个人跑, 他还是不放心, 于是他也翻身上了白马。 驾! 这小家伙愁什么急啊? 小吉稳稳地高坐在马上, 这孩子太逆天了, 确定是第一次骑马吗? 这么稳, 天才啊, 他第一次骑马居然会骑得这么好。 这孩子真是越来越对他胃口了, 二人绕着马场开始跑开了, 虽然速度不快的, 但是架不住扬眼。 甭说了, 大家都是来给这对父子俩做陪衬的。